将障碍 所以到四届天 粗产以上饮食就不要了 养身体 这个养分从哪里来呢 产月为时了 产月代替了 我们世间人也有这个说法 人风喜四惊身爽 色界天人禅定快乐 那是最好最好的滋养 欲界天人还不需要 还需要饮食 色界天不需要了 到西方极乐世界 难道还需要吗 不要了 不要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呢 那是烦恼兴起 到那去好久没吃饭了 怎么没吃饭呢 这心里一想吃饭了 这饭就来了 这个饭食 倒在面前呢 想想 我现在是极乐世界菩萨了 不是凡夫了 这个东西没有必要了 这念头一生呢 这个饭菜立刻就没有了 变化所作 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凡胜同居土里有这个现象 方便忧郁土里有这个现象 方便忧郁土里没有了 释迅迅速给我们介绍的全是凡胜同居土 这个要晓得 无量道瓶都在其中 那么下面我们简单的介绍这个三十七瓶 这个七瓶 就是七瓶 七大瓶 第一段呢 四年初 一致观尽 就是看得破 所以四念初 是智慧 在我们这个地方 在苏珀世界 世尊在经典里面 常常设定 四种观 这是真正智慧 第一个 观神不尽 第二个 观寿是苦 第三个 观心无常 第四个 观法无骨 你要常常做如是观 你智慧就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唬出来